歡迎收看兄弟們, Big Boys 各位兄弟 一個是社工, 一個是銀行員 但兩樣都不做了 遲了工作就去開盛商店 開盛商店真的很好賺 可能是, 因為他們看到現在的少男少女 性知識貧乏, 看不過眼 所以就要開一間性商店 今天兩位嘉賓, 有Hailey和Emma 你好, 你好 你好… 歡迎收看 你好… 真的很特別, 誰是社工 我是 曾經是社工 曾經是社工, 曾經是銀行 兩位工作都不做, 像賣工 在銅鑼灣地神街樓上破 我, 你真是咬 還要公司, 漂亮的裝修 對, 吃幾十萬裝修 藍書書雲石 你覺得是否很有商機 你去開盛商店 有甚麼意念 你的銀行卡很會計算 其實整個意念是來自Hailey 但其實整個有個估計 那個估計 其實我們去年, 因為我也做了幾年 就開始覺得想休息一下 我們就拿遲去旅行 去旅行之間就發覺 其實好像人生不一定 只是做原本正在做的事 可以嘗試其他方向 這樣就跟她談 跟她談, 我想做生意 但她是完全不想做生意的 我完全不想做生意的 是的 這樣我們就說 不如… 那不合謂 不合謂了, 但我們又想一起做些事出來 因為你其實是情侶 是的 我們想一起做些事 我們就說 不如我們開一間性商店 那我就可以滿足我做生意 你怎麼想 你這麼沒錢 你這麼想一起做事 你可以不做銀行卡 那你就考個牌子 跟她一起做社工就可以了 即使你做生意 你也是… 香菇奶茶雞蛋仔 燒牌香腸, 賣腸仔, 賣魚帶 有想過… 但她真的想做些非主流的事 她本身做社工都是做些非主流的事 她想繼續做 有些事可以繼續影響到別人嗎 好, 既然是這樣 有甚麼意念 聖雙店就聖雙店吧 誰想聖雙店 第一個概念 好像是… 你先說的 他先說的 他先說的 女生先說的也好 對 男朋友先說的 就說你是變態 對, 當初好像開玩笑 但這件事你完全沒有接觸過 我接觸過 也有… 你說那些產品 那些產品也接觸過 也有接觸過 也有接觸過 你不介意說的 我不介意說的 可能你和你以前男朋友 或者你現在的男朋友 曾經都有 不介意再和你現在說 我可以分享 也有分享 你會拿那些產品 可能你們自己 增加一些性生活的情趣 沒錯 那這件事是令到 當時你用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不要搞這些事 你都可以的 我可以的 所以你覺得這件事 做一下 可以想一下 就想這一方面 其實不是的 我以前做的工作 是比較危機處理的 其實我接觸了很多性的問題 那些性包括一些罪行 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 都跟性相關 即你們猜到是甚麼 對 所以在我工作上 我覺得我接觸性是很負面的 但我發覺我和Ima一起的時候 即是和Ava一起的時候 我發覺我和她的性 是可以很正面地溝通 即是大家是覺得 這件事是開心的 然後後來就在想 我可不可以把這件事 再轉化給更多的人知道呢 因為這件事 是不能避免的 對 不能避免的 人生的必須 或者是一部分 有些人在想 對 所以不如去 想自己一起做一件事 兩夫妻 就當她是 一起做一件事 去影響別人 繼續做 所以開了性商店 但我又奇怪了 因為你開了那間性商店 你說到裡面的產品 你們又很獨特 或者入一些很漂亮的貨 比較精緻 但這件事 令到更多人去 去喜歡性這件事 沉迷了 沉迷了 那還亂了還是怎樣 會不會呢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 反而是他們看到我們的店 跟其他他們之前 那些森林中林的店 不同呢 他們是願意上來跟我們談 就是說 我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 我覺得這些東西很髒 很不好 但上來跟Hailey談過之後 她就發覺 其實性商店 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其實是可以有很正面的影響 反而其實是可以正面的影響 怎樣呢 譬如說 我很無知了 你可以怎樣影響到我 現在上來 不要很髒 反而被老婆罵死 他們可能很多時候覺得 我玩性玩具 會不會好喝 或者覺得… 很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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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求很大 但來到我們店舖時 因為我們很盡量去做一個明亮的環境 起碼是光殘殘 光殘殘 躲在一邊 你不用躲在一邊 店舖不是臭的 因為剛才說 性商店大家生活中的意念是什麼 就是那些… 一邊都放出來的 對,一邊都放出來 一邊都放出來 然後有個碾裡 好像紅色燈 對… 很仔細的碾燈 對,像這樣 你經過商場樓 你會知道 裡面有好東西買的 你會這樣 我以前也買過這些性商店 買過這些事物品 你適合這些嗎 買給朋友 還有生日禮物 女朋友 生日禮物 聖誕禮物 聖誕禮物 對,拿來收獎的聖誕禮物 你會說,這是甚麼杯 你會用的 就是用來笑一下 但現在他們的店舖是甚麼 就好像進入了一間很漂亮的陳列室 剛才看了那張照片 就是賣一些高科技術品 賣電話、電腦、孔福 就是很簡約 白色地下有雲石地 事情是很高級的 對,起碼它不是腦骨線 因為他們經常覺得我去一些腦骨的地方 就好像代表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很邪的人 經常都這樣 因為很多人看過我們的網址 再看我們店舖的照片 他們覺得好像有點不同 跟平時的店舖 上來去談的時候 發覺原來你們看這件事的態度 是真的有點不同 是的 如果你肯主動跟我說 其實你有問我是必答的 明白 怎麼會呢? 譬如有些人說 我都覺得這些很淫 不玩這些 不玩這些 拿回去給女朋友 女朋友以為我變太老 怎麼會死 但你會怎樣 或者女生更加有些人 香港人 更加難接受 中華女生 女生經常過來問 無論是多少歲 二十多歲或四十多歲 經常問你 其實是否只有我來買這些東西 是否我不正常 他們經常覺得 女生有性又很不正常的東西 這是一個社會論述 男生會自衛好像很正常 但女生會自衛 會買玩具 就變成是他有問題 是的 但是上來 我就跟他解釋 其實男女是在性慾這方面 或者這件事就是本能 你是用工具去幫助自己 其實一點都不宣布 一點都不需要覺得羞恥 是真的有這件事 那男女的顧客的比例是多少 女生會比較多 是的 男生也有 但男生想來比較特別 可能去其他店舖 他會買自己用的東西 但上來我們店舖 男生是買東西給女朋友 或者另一半去用的 令他們更開心 是的 或者是可以一起用的東西 對 他們是想說 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令我們雙方更加開心 更加可以享受到 其實我們很欣賞 一些人這樣上來 我想問一件事 當你們倆功能做 去開一間店舖 開始的困難是甚麼 到底這個過程是怎樣 為甚麼要找到銅鑼灣 一個都很旺的 物理城街 對嗎 一個來的樓上舖 為甚麼要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找到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是銅鑼灣區 銅鑼灣區 對 找到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們被人拒絕過很多次 甚至可能在樓上舖 那些業主知道我們是開城商店 無論我們說到我們有多正面 他們都說你們會影響到別人 都是不行 因為他們可能會找到甚麼變態人 對…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會用我們的背景 先說我們的理念是甚麼 我們不是做一個傳統的商店 你覺得成商店是這樣 我們想打破這個觀念 找了多少間才找到現在 這麼好的業主 我想有四、五間 也不止 可能也不止 十間八間才找到它 因為我們對於找店舖的要求 我們一定要有明亮 有光 一定有窗 一定有窗 不可以收起來 我們就希望在外面看進去 已經是給人的感覺是正面的 好的 那找到那間店舖 就搞一些裝修 對… 搞很久了 入貨了 你們完全不知道在哪裡 不懂的 我們一行不懂 找甚麼人 找甚麼朋友去… 其實我們一開始 其實都是在上網找 看看可能跟外國網站 一些評論 究竟有甚麼牌子是比較好的 我們直接進去網站 直接發電郵 然後問他 你願不願意傳送貨給我們 那你直接找那個廠商 不是找甚麼經理 就是找廠商 找廠商 對… 即是製造這東西的 那個製造商 就是他們的品牌 然後寄回來 然後寄回來 寄回來 這些很不熟 很不成功 因為你可能有時候見到 在廟街都攤了出來 我上去圖的話 圖很便宜 對… 幾元都有 通常這些是初學者 入換是要多少錢 要準備 其實我們看你本身負擔 能力是多少 百多元到一千多元 對… 也有的 即是假牌子的街邊貨 幾元幾十元 到你們可能有幾千 幾百元 對… 那個分別在哪裡 很多時候 用料… 用料是很重要的一件 對… 其實就好像… 我們有個客人跟我們說 他們都試過上網 塗那些東西回來的 他們覺得都是一樣 都是震的 但是當他有一次 他試用消毒劑 去噴了那件玩具 那個主要是玩具 主要用的消毒劑 對… 那他放了一晚之後 那件玩具 溶了 對… 然後他上來 那你就會知道 其實用料的重要性在哪裡 對… 真的不是掉色 是溶了 是溶了 對… 如果他用了 可能他… 對… 用了他的身體 對… 最初跟他說我做成人用品 他們以為是成人子鳥片 成人子鳥片 外表也沒那麼漂亮 對… 他們說他們沒試過 去一間酒店是這樣的風格 是這樣的 既然找到好的地方 去買這些貨物 就買了很多 在這裡開始賣了 營業了也有好幾個月 幾個月 三、四個月 生意也慢慢慢慢 越來越好 越來越多口碑 那家人是怎樣看你們去開這壇 可以說一下嗎 我家人比較開放 覺得… 做了女兒嗎 對…他覺得沒甚麼 到他開這個性商店的時候 他就覺得 是否真的有人用這些 他只是擔心我… 找到吃 對…會不會找到吃 還有…那個轉化好像很大 你怕不怕別人怎麼看你 所以的… 支持你的… 都支持的 現在已經四個月 是嗎 四個月真的… 找到吃 收支平衡嗎 賺錢還未… 還未… 還未出現 還未出現 爸爸媽媽,我做了性商店 那他怎樣 其實他們覺得… 一開始跟他說 我做成人用品 他們以為是嗎 他們以為是嗎 成人指療片 我跟他們解釋 其實我不是做這些 而是做成人用品 我們說回理念 我把Hailey的理念說 我們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他們聽完就呆了 然後過了差不多幾個小時 就跟我說 你真的想做就去做吧 他們都很疼你 對,他們覺得你想做 你自己想試就去試吧 好了,我們做了幾個月 先說說頭一段日子 會否真的兩個人坐在門口 糟了,沒有人進來 又在下面又要派單張 拉客 怎麼能推銷 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真的坐在這裡 怎麼看了整天門口 沒有人進來 但那個商場也是幫人走的 不是商場,是樓上部 就是樓上部 也會有人走 即是有人在下面夢島上走進來 很多是外國人 外國人有 我們一開始走,很多是外國人 他們怎麼知道 他們會看到我們有個偽紅燈牌 會有一個標誌 對,那些外國人走上來了 對,他們也會… 外腳也沒那麼漂亮 他們就說他們沒試過去一間酒店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或者他們沒預期過 原來在亞洲的地方 有這樣的店 可能在北歐的地方 可能會有 但在香港或亞洲 真的比較少 少一點 第一,單生意都是外國人 是的 記得那位外國朋友買些甚麼 遮瑕 遮瑕 最便宜的遮瑕 對,遮瑕 遮瑕 也很開心 遮瑕 遮瑕 老婆 幾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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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幾十元 你們的遮瑕 也不是那麼隨便 在便利店買到的 對,我們很多遮瑕 都在日本那邊 那些特別之處 可否有形容是甚麼 會有些… 特別味道 特別味道 會有些是女性向的遮瑕 女性嗎? 女性向 遮瑕的設計出來 其實是想打擊一些女性顧客 例如它的配件 可能會有些蝴蝶 比較漂亮 對,比較漂亮 甚至裡面的遮瑕 有潤滑劑 可能佛量會較多 或是防敏感 對… 就會跟便利店買 幾十元是幾十元 一個還是一盒 一盒 一盒有一個嗎 一盒也有十多 十多 十二個也有 那是嗎?很划算 十二個 你跟便利店買 幾十元 對,便利店是便利店 對 把金箱卡碰給他 對嗎 你今天應該拿幾個來派 對 好,我想做了第一宗生意 就賣了一點 可能 一百幾十元 但是… 最初因為生意不好 我想不是一個小時內 有幾個人進來 尤其最初 那這些可不可以身邊有些朋友 例如我們自己做… 最簡單的 我開一間飲食的茶餐廳 可以賣魚蛋也好 雞蛋也好 最初那些朋友便來了 我們來光顧,過來吧 自動自覺的 不是朋友的 你開這些聖商店 那些朋友真的不能支持你 支持嗎? 我的朋友可以的 是嗎? 是的 因為他們知道我本身是怎樣 你本身是怎樣 我說姓我覺得是很正面 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不是說,你覺得怎樣 不要把東西 他們覺得是跟我談姓 或者談一些很閨密的事 很私密的事 他都很舒服的 所以他知道我開聖商店的時候 他覺得你很有勇氣 而不是嚇到那種 而上來餐廳 幫忙一下 也是嚇醜的 但他們也有來幫忙一下 也是上來先了解一下 有嗎? 沒有在電話上 你留甚麼給我,Hailey 有味道嗎? 先上來看看 先上來看看,先感受一下 因為很多人沒試過 那你開幕和一般人開店 會不會… 我們當然是為止開店 又有宣傳 又有宣傳 我們都是低調 爸爸媽媽來了 喝了食物品 吃了雞翼 切了椒豬 拜神 你們又做糖絲 你們是怎樣開幕 低調地開幕 很低調地開幕 好,朋友有支持 家人已經慢慢接受了 你們可以在一個店 說一說 除了衣服之外 最主要你們賣的貨品 就是那些款式 是甚麼來的? 有甚麼東西呢? 女性的… 女性的為主 對 為甚麼會找這麼多 女性的為主 因為現在香港整個市場 還是南正道向多一點 OK 對,可能有很多都是日本的情趣玩具 情趣用品 但我們的店舖 就專注於多一點 在女性方面的情趣用品 甚至是一些護理的用品 即是說一些陰道的鍛鍊球 令你的健康好一點 陰道鍛鍊球 對 對 很想知道怎樣鍛鍊 OK 但還有呢? 還有… 會有一些是有機的產品 對 對,是可以有機的產品 即是護理的 對,是護理的 通常市面上 你便利見不到 就算有些KY 即是所謂的潤滑劑 都是一些化學成分比較多 但因為我真的主張性是很健康的 天然的 天然的 即是我們進入一些會比較天然 對你的健康是無害的 我們是有理念地去做這件事 有機的 對 吃水耕菜 有營養 對 對 無維他命藥 維他命絲 即是跟他講解 你怎樣去選一個產品 即是有哪些食物 對你的身體 對你的陰道有害 對… 剛才你所說的這些產品 即是我跟你的陰道鍊鍊 即是你這些KY 原來是有… 有K 你早說我第一次聽 但我想 例如Sex Shop 很多人會想到的 就是那些 例如玩具 那些假的洋具 對 假飲道 或是公仔 對,或是吹氣公仔 或是膠公仔 我好像也送給你 你看 很多人是Mary 我又是Mary 每個人都選你 我又拿著Mary 在直播室裡做節目 在電台上 你們有這些 剛才我所說的產品嗎 比較少 我們相對比較少 尤其是仿真音道的 我們真的比較少 為甚麼 為甚麼不加入這些貨 是沒有人買的嗎 因為… 其實這是市面上最受歡迎的貨 很主流 很主流 其實很多店舖都在賣這類型貨 但我們… 就像Hailey所說 其實我們想做一些 在女性市場更多 女性市場 有品味地去嘗試 可以有品味地令你的性生活更好 如果你覺得假的 譬如假陽或假陰道的品味 是… 因為它的包裝比較露骨 即是他們會用很多女優的 女優的照片 或者是怎樣怎樣 即是給了很多幻想成份的東西 這些不是你的概念 也不是你的主張 也不是 反而你根本就是不想 那些人因為這些東西 而或者看到一些照片 然後… 由一個正常人看得多 都會變成食情狂 你最不想這樣 你想是一對夫妻 或者是一個情侶 是有一個很正常的性關係 是不是 還有性知識很重要 是… 你以前接觸很多人社工時 我想很多人除了風化案 之外就可能有些是墮胎 這個問題 可以在這方面 開一間店舖 都可以正面地處理到 墮胎是怎樣的 其實如果你說墮胎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他們在未有準備之下 就是有了小朋友 是… 所以他們想墮胎 其實為何會未有準備 當然可能一部分是一時衝動 另一部分有機會是 因為他們性教育不足 是…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想避免有小朋友 你可以用很多避孕方法 最簡單就是用避孕套 用安全套 但其實一直以來 有沒有人教過你 如何正確用一個避孕套 其實沒有… 沒有… 當然沒有了 他們很多時候 就是用了一些錯誤的方式 就是他們其實很乖 男同女都覺得 要戴套 我們要戴套 但是到最後 都是… 有了 是… 就是因為他們可能不懂 怎樣用避孕套 或者錯誤理解說 其實我可以在中間 再戴套 或者… 我撕的時候 可能有些方法撕得不好 對… 因為你撕開 或者… 我想加重保險 我戴兩個 對… 其實這些都可以令到病套 穿 還有… 這樣就導致了 其實如果我們… 可能… 他只是買病套的時候 我們可能和他介紹多一點 對… 因為有些人就想想 002是否真的安全 我的朋友的朋友 全部都穿過 我不敢用 你還要跟他解釋一下 其實安全套本身的QC 品質的測試是做得很安全的 就是一早做好 才會出這個安全套 但是… 安全套基本上 它的避孕率是去到98% 就是… 很多時候那個2%是你人為 戴得不好 我就問我 你平時怎麼戴 就是發覺我原來有很多戴錯 錯了 對… 就是他說我戴… 調轉了之後 我就再套進去 調轉 但是你那時候 已經有些分泌物出來 也有精子 也有機會就是那裡 就令到那個女性懷孕了 對… 對… 然後他們很多這些是迷思的 就跟他說回 他未必是上來跟我說 我有戴胎經驗 不會的 除了一個男一個女上來之外 有沒有一些情況 是一批批 一夫妻情侶一起上來去買 他們都是抱著什麼態度 怕白頭炒 還是有些女人是玩家 這隻…這隻很厲害 認識貨 其實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可能害羞的也會多些 對 害羞的也會多些 OK 下一集很想跟Hailey說說 因為她之前做過社工 接觸過很多個案 其實原來很多性知識貧乏 是會令到… 大家有機會出現很多罪案 一些不好的事 我們下一集再聊聊 好嗎 謝謝 謝謝 很多個案 去找根源 你都會覺得是性格不足 不是 整個香港的氣氛 她本身已經很專業 其實她們都會因為安全度 帶得不對 而有了兩次BB 我們香港的性格 就是集中在威嚇式 你不要有性行為 你有性行為之後 後果是你有BB 你會未婚懷 對… 你會跟她播放些墮胎片 她就說 女生如果立戀有性行為 你就是一個男朋友 你有更多性行為 你就越難 想上來買一些像狗的東西 我買像狗 她說我們噴那些 都可以延遲十分八分鐘 她說 有些可以延遲一個小時嗎 一個小時 哇